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安省拟收仅法规工作者可获更多补偿 劣志文获批900万元资助建造可负担房屋 速理深夜枪击至一人死亡 Canadian Tire推出新会员计划 多伦多市中心公寓发生火灾 BC Ferris推出新应用城市 欢迎来到悬映传媒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3月14日星期二 我是Ashley 热点资讯一站锁定 关注学员传媒SG新闻空间站 及时获取加拿大最新焦点新闻突发新闻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安省拟收紧法规工作者可获得更多补偿 安省政府日前表示 他们正在提议收紧该省的大规模解雇法规 旨在通过这些改变保护居家办公人员 省府在周一的声明中表示 这项提议中所做出的修改包括 让完全在家办公的员工也将有资格获得 与在办公室工作的人员拥有相同的补偿条件 那就是雇主需要支付至少8周的贷通知金 省府指出新冠疫情导致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作模式转变 约有220万人在2022年第四季度居家工作 其中140万人完全在家办公 80万人以混合模式上班 安省就业标准法规定 如果在4周内一家机构裁掉50名或更多员工 则适用于这条大规模裁员的规定 根据裁员的人数规模 被裁的员工可有权获得8周、12周或16周的贷通知金 接下来为您播报家国新闻 列治文获批900万元资助建造可负担房屋 联邦政府昨日宣布将投入910万元 在列治文建造更多可负担房屋 据报道该笔资金来自40亿元的联邦快速住房计划RHI RHI是一项为应对疫情而制定的经济刺激计划 目标是在12个月或更短时间内建造可负担住房 其中25%的投资用于面向女性的住房项目 Richmond Center选区国会议员廖宗燕说道 联邦政府通过RHI正在为加拿大各地最有需要的人 快速提供新的可负担房屋单位 包括列治文 我们的政府通过与合作伙伴密集合作 将创建更多满足加拿大人需求的可负担房屋 继续为加拿大人带来有积极的成果 速理深夜枪击至一人死亡 据速理皇家骑警透露 周一深夜速理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 皇家骑警Rob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件事发生在晚上8点之前 地点是168街和22大道 速理皇家骑警前线成员在收到宪报后 前往该地区并找到了一名死者 初步调查显示死者身前可能遭受到了枪伤 速理中案组和我们的一般调查组都在进行调查 现在调查处于早期阶段 目前还没有消息表明这起枪箭是否与低陆平原帮派冲突有关 警方尚未确认有人被捕 警方表示在进一步通知之前 周边地区仍处于封闭状态 Canadian Tire推出新会员计划 据报道Canadian Tire公司正在推出一项新的收费订阅计划 作为其Triangle奖励忠诚计划的一部分 该公司周一表示订阅费用为每年89加税 是其现有奖励计划的升级 会员计划将为客户提供更多价值 会员将能够通过在其商店 包括Canadian Tire, Marks, Sportcheck等 购买商品获得更多的Canadian Tire money 用户还将收到价值50元的欢迎礼物 在线购物优惠 以及现时订阅流媒体CRAVE6个月的服务 Canadian Tire高级副总裁布兰切特说道 这一年消费者在购物时更有目的性 Triangle Select计划为加拿大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省钱方式 在日常购买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 多伦多市中心公寓发生火灾 多伦多消防局透露 周二凌晨3点30分左右 多伦多市中心Church-Wallisley Village的Dum Donner街 一间公寓发生火灾导致一名老年女子死亡 多伦多消防局局长Matthew在现场告诉记者 消防员在建筑物内进行搜救后找到了这个人 她被宣布当场死亡 幸运的是没有其他人员受伤的报告 Matthew说所有其他租户都已准备返回大楼 但仍有火警职守 安省消防局长办公室目前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Matthew说消防员在进入大楼时确实听到了烟雾警报 BC Ferris推出新应用程式 BC杜伦公司BC Ferris将推出一款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乘客可以借此程序订船票查看班次 以及杜伦的航行状况等 杜伦公司相信该程序可以为乘客 提供一个更有效及良好的乘坐体验 BC杜伦公司表示 应用程序内新设了快速订票功能 乘客在输入行程资料后利用快速订票功能 程序就会自动为乘客选择下一班最合适乘客行程的班次 让乘客可以迅速获得航程资讯以及订票 另外杜伦公司又指该程序 依设有行程提醒以及电子传票功能 乘客上船时可以向票务员展示程序内的船票扫描码 来进行登船手续 BC杜伦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裁卡森表示 推出该程序是为了让乘客在预备乘坐杜伦时 可以多一个途径 透过随身电子设备来更好的规划他们的行程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